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脑海里面的他 就只有一个打开的轮廓 就身高可能是 一米六多 一大碗多 身上应该都是骨头 对 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我叫蔡永斌 我是一名信息无债工程师 我跟我太太其实是在 网上聊天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他在国外 加拿大那边 聊到国外的 对这个残疾人的一些无障碍的设施 聊着聊着就有感情了 我还蛮惊讶的 他居然已经很早就知道我是看不见的 因为他居然查到我的学校去了 我觉得他太厉害了 我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你终于告诉我了 我们是正好在那个十周年那天领的证 就是四十周年改革开放的那一天 我觉得那个日子真的是很好 他欣赏我的一点就是那种 一种不认输的这么一个态度 成不成功 他不是他关注的 他关注的是我这个过程 你愿不愿意去付出 愿不愿意去努力 是六岁的时候 不小心才会把这个事会倒到头上 导致双目失眠的 我也不知道 盲这个词 也不知道说 看不见对我未来 带来的各种不方便 会有多大 我那时候唯一的需求就是 赶紧把眼睛弄好 我可以去玩 后来就自己自学 学编程二十多个小时 就一天一夜都不睡觉 这十几年来协助这些互联网产品改造 现在全国应该有几百万人口 在享受这些便利吧 互联网对于事实上者来说 就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了 只要环境无障碍了 他们这个世界是不存在残疾人的 人都是平等的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你也可以去做 你要做的事情 他们未必能做得到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我觉得你应该去打破这样的常规